关怀在你的生命中 确实如此 人有的时候就这么贱 你只有到了国外之后 你才感觉到自己的根原来就是死死的扎在了中国 浪漫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乌托邦 浪漫是一种罕见的美丽和崇高甚至神圣的情感 对方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话 对方说的是你心里一直想说去无从表达的话 朋友不是为了索取 朋友相反是为了奉献 你之所以交朋友的原因是因为你有那么多的爱要奉献 我们所要感恩的对象不只是这个人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永泉相报 报给全世界所有我们接触到的人 如果有一天无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哪里 他都在播撒善的种子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歧视 当你要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时候 决定一个人前途和生命的时候 再多的思考 再多的慎重的思考都不是多余的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 先提醒同学们下节课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到 下节课一定要到 为什么呢 因为下节课我们可能要进行那个就是中期报告的小组的分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不希望因为各位的私事或者是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而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环节 所以下节课希望同学们都要到 另外的话呢 上节课我们有一道工序没有完成啊 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位课代表 那就是颜文涛同学啊 站起来 然后向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从下节课开始的话呢 两位课代表就要开始发挥你们的光和热了 那么在我们进入我们的课堂内容之前 还是要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的话呢 我们上节课讲到了一个关怀心啊 讲到了一个关怀心 然后我发现老师的话总是能够起到一个短时间内的一个即兴的效果 那就是很多人开始在几天之内拼命的想要施展自己的关怀心 给自己的室友 给陌生人 或者是给自己的家人 我们曾经说过 循序渐进才是赢得时间 细水长流才能够直达永恒啊 所以这个关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关怀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能让你感到非常快乐的事情 我们有句俗话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 所以如果你要实施关怀的时候 请你先问一下你这个关怀的动机是什么 如果你是因为发自内心深处的出于良知的一种快乐的驱动 那我那你一定要大胆去做 但是如果你只不过是处于无所谓啊 他要求我这么做那我就这么做吧 那我告诉你你在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一个人自己的时间 他是最不智慧的行为 不管你是用何种理由去加以解释 同时如果你帮助别人 只不过是为了营造一个自己善的氛围 给别人的印象我是个大好人 那我劝你也放弃吧 因为这种自我牺牲背后 一定有更为严重的回报性的要求 你为什么要牺牲啊 你为什么要为一个陌生人牺牲啊 你肯定是希望当你下次出现危难的时候 陌生人能够以同样的甚至加倍的牺牲来给你回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已经不是关怀了 他已经背离了关怀的真正的良知的渠道 他已经走向了他的反面 所以不要急于去关怀别人 先扪心自问一下 我为什么要关怀他人 以何种方式是在关怀他人 我最终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想要的只不过是自我的关怀的奉献 自我爱的奉献 那才是真正的关怀 其次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关怀他人的人 你首先自己要把自己料理的很好啊 有些同学自己的学业搞得一头雾水 然后男女之间男女朋友之间 那个关系也搞得一塌糊涂 然后这个时候还想给人家提供很多的建议或者忠告 天助自助者 你先把自己给自助好了 然后你自己的生活先要达到一种快乐的圆满的状态 因为关怀是一种付出 只有富足的人你才可能付出啊 你本身就是一个很贫乏的人 本身就是一个各样各项事情 一碗水都端不平的人 你怎么帮人家去端平这碗水呢 所以你自己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急于去给予关怀 而且你要知道关怀的对象是谁 是人 人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对象 你不能忽视 那就是你自己 真正的关怀是基于人的 人性的平等 所以你关怀他人就跟关怀你自己是一样的 耶稣告诉我们说是爱人如己吗 什么叫爱人如己 就是我爱别人 就像我爱我自己一样 那这句话有个前提 就是你真的是爱你自己的 自爱跟自私不是一回事 自爱就是对自我的一种保重 自爱重视的是对自我的性格 对自我的发展的一种认可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可能给别人关怀 你对自己的整种生活状态都达到一种厌恶的状态 自己在做着让你觉得很讨厌很不幸的事情 这个时候的你根本就是背离了自爱 你怎么可能知道如何去关爱他人呢 所以你要关爱别人之前 你要先学会关爱自己 你只有懂得什么对自己是好的 你才可能知道什么对他人是好的 你只有学会了自爱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关爱他人 所以关爱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并不只是行为上的助人为乐 助人不一定为乐 只有当助人为乐的时候 这样的乐你才应该承担 这样的助人你才应该去实施 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们之前说到的是关爱心 说到的是包容心 关爱心里面说到在关爱的世界里人人平等 但是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人人平等不是指除我之外的他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属于我要关爱的一个对象 人人平等 我也是个人嘛 其次是讲到了一个包容心 我们说到你要在包容他人之前 你也要学会包容自己啊 什么样叫做包容自己呢 那就是要原谅自己曾经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同时要学会包容自己的命运 包容你的生活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不幸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经历挫折和苦难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处于烦躁的状态 处于对抗的状态 我告诉你一旦对抗就出现不自由 你可以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当你跟一个事物去对抗的时候 你已经让你自己不自由了 因为这个对抗本身对你造成了一种束缚 而当你跟一个对象去和解的时候 你是真正达到自由了 真正达到自由了 因为对抗的时候 你的很多力量的实施并不是因为你自己的需要 而是因为要统设对方 但是等你跟对方和解的时候 你彻底解脱了这种对抗的关系 你才能够自如我所是 如其所是 所以这才是一种包容 你要跟生命当中的各种不幸包容 当然也跟自己的幸福包容 哪怕有朝一日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 有朝一日如果我们身上发生了厄运 如果我们身上出现了不可治愈的疾病 有这个可能啊 因为在过往的历史当中 复旦的同学当中都有啊 你要记住 你要自己能够直面自己的困境 并且 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命运的时候 那就公顺的领受这份命运 这就是与生命的一种和解 这是一种高贵的顺从的姿态 这是一种大气的姿态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的是一个孤独心 首先要说到这个孤独心的时候 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清楚 就是孤独跟寂寞不是一回事 啊这个Alone跟Lonely不是一回事一样 啊孤独跟寂寞不是一回事 孤独它是自成世界的一种独处啊 它是自成体系的一种完整状态 所以你看孤独者人 他孤独的人 他往往因为是自成世界 自成体系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圆容的高贵啊 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很高贵的词 圆容 你看真正的禅者一定是圆容的 印度印度叫恒河边的那个冥想者 他就是圆容的啊 然后道教里面能够达到冥想 以至于语化的那些人 语化的那些人他也是圆容的 同时他们都是孤独的啊 所以孤独者它是一种完整的状态 他没有那种缺失的遗憾 但什么是寂寞 寂寞是迫于无奈的这种虚无啊 然后百无聊赖之后 像困兽一样在自己的斗士当中 夺来夺去夺来夺去 想看书看不进去 想看电影看不进去 想打游戏没有心情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这种胶着的状态 好像要逃离繁荣一样 这个时候有一种无所适从的可怜 这样的状态称为是寂寞 他跟孤独不是一码事 同时孤独它是一种 由思想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气质 我相信同学们有的时候 在人群当中能够一眼识别出 一个真正的圆满的圆容的孤独者 因为他周围笼罩着思想 他给人的气质的感觉是闲静的 是淡定的 但是寂寞不一样 寂寞它是由虚无所引起的那种恐惧 他往往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半 但是一个人又没法好好的自处 所以他表现得非常的胶着 百无聊来 同时孤独 它是对环境没有必然的要求的 孤独者可以身处闹事 孤独者可以被人群包围着 甚至很多时候 孤独者是跟朋友们在一起 甚至很多时候 孤独者就坐落在我们下面这个拥挤的教室当中的某一个座位上 孤独者对于环境没有刻意的要求 因为他是自己的一份心境 所以即便是身处闹事 即便被人群包围 孤独者依然能够做到合静 亲济 无论何种环境 它可以与环境相和谐 无论周围是怎样的人群 他可以保持一份恰到好处的尊敬 但同时这绝对不影响他个人的亲记 亲是亲近 记是冷记 这四个字 合静亲记是日本茶道的精神 日本茶道的精神 你要知道真正的茶道 如果你把它以为只不过是一套仪式 只不过是一套服饰 或者只不过是一套人们表现 对于茶的敬爱的一种形式的话 那么你实在是太低估茶道了 茶道茶道是茶的道啊 道是什么 是真理 道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是精神 所以合静亲记是茶道的精神 它也是真正的一个孤独者的精神 日本人之所以会如此的崇尚茶道的原因 就是因为日本的人口密度很高 这个整个国家极其繁荣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繁荣状态当中 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在合静当中保持一份亲记 依然希望自己在繁华当中做一个孤独者 体验孤独 独处之快感啊 所以这才是孤独者 但是寂寞者不一样 寂寞是一种病 当你感觉到自己是寂寞的时候 你生病了 你这个时候是需要的药方啊 这个药方是什么 是人群 是喧闹 是有人陪着你 或者说是社交 对于一个寂寞的人来说 社交是他最需要的 但是在这里 我也要非常冷酷的提醒大家 社交其实是非常廉价的 虽然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 社交是很吸引人的 它意味着酒会 意味着精英 意味着优雅的微笑 意味着法式的问候 社交其实是很廉价的 为什么这么说啊 廉价并不代表它没有价值 它有价值 只是它的价值不高 你仔细盘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要社交 社交的动机是什么 社交的动机无非有两种 第一种是出于利益关系 和将来的实用关系 我要在这样的场合当中 搭建我的人脉 所以它是一个功利的目的 实用的目的 每个人在其中都只不过是一个节点 每个人在其中都只是一个被他人利用的工具 和利用他人的一个工具 第二个目的 那就是一群寂寞者的相互取暖 一群寂寞者的相互取暖 为什么 因为人跟人之间 你在社交的环境当中 你接触的时间如此短促 你们的交谈如此的浮潜 怎么可能在彼此之间达到深刻的了解 又怎么可能意识到你之为你的价值之重大 怎么可能真正的成为朋友呢 所以 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 寂寞者的累加 寂寞者 再多的寂寞者的集体 他也逃不出寂寞的 就好像一件无意义的事情 你把它重复一千遍 它还是无意义的一样 一句没有价值的话 你把它重复一千遍 它也成不了真理 寂寞者的群体 是逃不出寂寞本身的 所以人是需要孤独的 因为人在孤独的时候 人在独处和自处的时候 你的这种精神的自由 会还你一个真实的自我 同学们要知道 我们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少的 你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时间很多时候 由父母来支配 你也很认可 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跟哥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时间是属于共同的 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的一部分时间 是被我占用的 即便你一个人 在自修教室里自修 你好像是alone的状态了吧 你的时间是属于你的作业的 你的时间是属于你的专业的 属于你的功课的 退一万步说 我一个人独居一个小屋子 我晚上所有的课上完了 我回到屋子里 这个时候我是孤独的吧 不 你会非常自然的打开你的电脑 开启你的MSN 在这一瞬间你会发现 你的时间属于任何别人 但不属于你自己 它甚至属于一个没有生命的机器 然后你说没有啊 有的时候我会独自一个人出行啊 然后出行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面 我就在盘算自己的思想啊 并非如此 因为我们的公共汽车上面 上海的公共汽车其实很糟糕 因为它有移动电视 彰显它的先进 但是实际上 它把我们的五官全部都占用了 它使你剥夺了你真正属于自己的 唯一的那一点点时间 即便没有它 大家也有MP3嘛 没有MP3 你也有掌上电脑嘛 所以你的每时每刻其实都被不属于你的任何的别的东西在占用着 但是你仔细想想有多少时间是我自己的 有吗 很少 但是如果你不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自如的生活 所以我们格外的需要孤独 因为在孤独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自如的生活 人跟人他很多时候就像两个国家一样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他应该保持一个适度的宽阔的自然的领土 并且在人跟人之间两个国家之间 在我们的疆界之间还应该有一段中立的地带 这段中立的地带 我们把它称为人与人之间恰当的距离 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恰当的距离 因为如果你没有距离的话 你根本领略不了对方的美 如果两个人走得太近 两个疆界直接临近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当你跟一个人凑得太近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他被夸张的缺点 或者被夸张的优点 但是你却领略不到他的全貌的 我们再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自己每天都照镜子啊 当你跟你的镜子离得很近的时候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张嘴 最多一张脸吧 你看不到自己 人之为我的一个全貌的 如果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如果你把两块石头 往一个很近的水池里面丢进去 如果这两块石头距离非常近的话 它们彼此之间会影响 那个美丽的涟漪的 彼此之间已经不完整了 干扰了 破坏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适当的距离 因为适当的距离会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完整而独特的风景 完整而独特的风景 适当的距离会使人跟人在距离之外产生思念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啊 我们的眼睛坏了我们的大师 很多人我们看得见的时候 我们对他的感知仅用视觉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看不见他 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动用自己全身的细胞去感受他 因为你怕忘掉他 他是如此重要 你不能忘掉他 但你看不见他 于是我们去怀想他 我们去惦记他 我们去思念他 当我们看得见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的其他细胞都死亡了 我们只用眼睛在领略对方 这个或者那个 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感受不到他的磁场 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影响 小别顺心昏 我估计也就是这样的道理 我记得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因为跟中国距离很远嘛 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 家人和国家的重要 确实如此 人有的时候就这么见 你只有到了国外之后 你才感觉到自己的根 原来就是死死的扎在了中国 我在 你想我 我就是上海人 然后我家也在上海 但是因为为了工作方便 我是住在学校的宿舍 我并不常常回家 因为常常回家的话 很多时间就要被母亲占用 被爸爸占用 所以当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跟我的母亲的见面和打电话 其实不是很多 总觉得很方便嘛 要回家几十分钟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这样 一旦我到了国外之后 我发现我每天可以半年的时间 我每天可以跟我妈妈 每天一个小时的电话 为什么 太想他了 当我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 当我听到第一句中文 而是为而不是hello的时候 那种兴奋的感觉 无以言表 太想他了 那个时候他说什么不重要 只要他在说 只要我的耳朵里面 是充斥着我母亲的声音 我就觉得非常之满足 对于国家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老觉得他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然后诸如此类的缺点 可以罗列一大堆 如熟家珍啊 但是你真的到了国外 到一个非中国语言 为母语的地方 当你听到中国两个字的时候 你会颤抖的 即便不是听到中国 你就听到China 然后关于China的一切 你都会极其关心 有谁说一句China的不好 他就立刻变成了你的敌人 然后因为我在神学院里面学习 神学院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大的礼堂 礼堂的前排 就是我所站的地方 是各个国家 在神学院里的学生的 所有的国家的国企 然后当我们在神学院里 做那个就是 开会 开完那个就集体会议之后 每一次每周有一次嘛 开完之后 我们所有的人都跑到前面 去找我们的国企啊 找完之后 当你拉着自己的国企的时候 那种感觉 你会不知不觉 另一只手就在五星啊 因为你好想他呀 那个时候中国没什么不好 什么都好 连缺点都是好 这就是一种距离产生的一种思念 这是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 最容易忽视的感觉 以至于我 我的几个同学 其实很喜欢加拿大 温哥华 如果让他们在那里 待上半年 或者一年的话 他们会很乐意 但是我记得 我几乎是逃回来的 逃也似的回来 那的空气非常好 水果非常好 天高云淡 蓝天白云 但是那不是家 你没有这种家的感觉 你总觉得 你做任何事情 都会碰到一个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 就是没有家的感觉 有一种不着 不着调的 没有根的感觉 所以当我坐飞机 坐了很长时间 回到上海之后 下了飞机 到了浦东机场 一出这个飞机啊 我就看外面灰蒙蒙的天 拥挤的人群 当时我心里就在想 就让我死在这个垃圾 很多的地方吧 就死在这儿了 因为这是家呀 我终于回来了 这个时候你不知道 要不是周围有这么多人 我很想过下来 闻一闻这个机场啊 那是我的家 我回家了 所以很多时候 这种距离 就让我们产生了 这样的爱 距离产生了 这样的思念 但是你要知道 距离使人感觉到孤独 但是拥挤 它会使人与人之间 丧失敬意 你看啊 我们每天都 穿梭在拥挤的街道上 我们在拥挤的教室里上课 我们排着队 拥挤的在食堂里面吃饭 然后等到我们外出的时候 在地铁里 或者公共汽车上 拥挤的自己 很难保证自己 堂堂正正的站姿啊 每次都是熬造型 熬得很辛苦啊 因为我在那个 就是本课的时候 我做过一份兼职 是在华海东 华海东路上面的 一个报社的记者 然后那个时候 去做兼职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从那个复旦道那里 有一部车 但是这部车 因为路线长 所以每次人都特别多 而且我去的时候 肯定是上班高峰期嘛 因为我也是去上班啊 我每次上车的时候 都觉得 好像自己要去做 一个咸鱼罐头里头的 一条咸鱼一样 同时最严重的一次是 他的车总共开了一小时 然后我的脸 贴在玻璃上贴了一小时 就这样子 然后等到我下车的时候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的脸还对称嘛 你就觉得 这已经凹进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啊 我们就在一个拥挤的环境当中 这样的拥挤的环境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人与人之间都在互相干扰 都在互相打搅 就像我们的这个长桃的桌子啊 有一个人在抖角的话 你这一个长桃的桌子 你都会受他的干扰 正因为这样的拥挤 所以才使得人与人之间 你就缺失了敬意啊 而且正因为我们不断的需要 与人讲话 不是与同学讲话 就是与室友讲话 不是与室友讲话 就是在MSN上讲话 正因为我们不断的需要 与别人讲话 所以我们很少有时间 跟自己讲话的 正因为我们不停的被人包围着 被人群包围着 你要知道 常常出现的东西 就会让人产生审美疲劳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总想找一个什么远离喧嚣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人产生了疲劳 我们对人 对人性 对人的精神 产生了严重的疲劳 失去了儿童般的 纯真的好奇心 而且拥挤很多时候 它会带来喧闹 喧闹剥夺了我们的宁静 剥夺了我们的闲情 但是你要知道 人只有在宁静的状态当中 他才可能以闲情 去欣赏他人之美 去欣赏生活之美啊 所以 我们比任何时候 更加需要孤独 更加需要孤独 因为只有当你 无需迫于无奈的 跟人对话的时候 你才能够恢复 跟自己的对话 只有当你 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 跟自己打交道 但是人一旦 跟自己对话的时候 人跟自己打交道的时候 人就是自我反思啊 自我反思 是一切思想的源头 你要知道 人 他是在跟自己的反思 在思考自己 而不是思考他人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智慧 人也是在自我批判 而不是批判他人的过程当中 展示了你的勇气 所以自己何等重要 一个陪伴我一生的唯一的人 但是我们往往对他很有疏忽 那这就是一个孤独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 很多人对于孤独者 往往产生的一些误解 我们其实讨论过很多误解 比如说快乐跟开心 这件事有区别的 比如说浪漫并不是我们 通常所认为的虚伪 浪漫不是我们通常 所认为的乌托邦 浪漫是一种罕见的美丽和崇高 甚至神圣的情感 而我们也要讨论一下孤独者 因为很多人认为 孤独者应该是很无趣的 在这里要纠正一下 孤独者往往是极其有趣 极其丰富的人 因为他不是迫于无奈而陷入寂寞 这是他自我选择的一种 自我消遣方式啊 孤独是人自我选择的一种 自我消遣方式 你想一想 一个人能够保持孤独 一个人能够在孤独的状态当中 始终自得其乐 这个人该是一个多大的矿脏 他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乐趣 在不断的提供给自己生活 新鲜的资源 还有比这样的人更加有趣的吗 让你自己 孤独的待上一天 你能保证自己的这一天 都过得非常有情趣吗 孤独者是圆融状态 孤独者不是缺失状态 我认识一个老者 这个老者是一个音乐家 国家一级歌唱家 然后上海最早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cassette 就是那个专辑 录音磁带的时候 就是他唱的歌 然后他的一天 我就觉得相当的孤独 但是相当的充实 早晨起来非常早 然后带着鸟笼 就跑到复兴公园里面 去打太极拳去了 然后打太极拳 他已经打了50年了 打了50年了 杨氏太极拳 然后打完太极拳之后呢 他就慢慢的 溜着他的鸟 到这个衣服舞台去 听金剧 那是很久以前啊 听金剧 然后他的太太呢 就拎着菜篮子 到菜场里面去逛几圈 然后跟周围的邻居们 互相聊聊天 然后等到周五 金剧听完了 他摇头晃脑的回到家里 然后跟太太一起吃午饭 吃完午饭之后 他稍微咪他一会儿 咪一会儿之后怎么办呢 他起来之后戴上巴拿马草帽 穿上背带裤 70多岁了啊 然后戴上两个塑胶 那个就是手套 干嘛 培养他的花花草草 那个大便在别人看来 是很臭很脏的东西 他视之如宝啊 然后就看着大便 源源不断的输入到 他的花草 花草之中 这种欣喜之情啊 然后弄完之后洗一把 洗一把之后 他的太太就开始 端出来很多点心 然后两个人一边吃点心 不一定都说话的 因为老夫老妻相时间长了 就像空气一样 啊 然后很多时候不一定说话 但是他可能在欣赏 他的花花草草 琢磨着怎么样 把他养得更美好 然后他的太太呢 在安静的给他纳布鞋 纳布鞋 有的时候制作一些针线活 啊 然后到了下午之后 然后差不多的时间 两个人出去散一圈 散一圈回来吃晚饭 吃完晚饭之后 一起聊一会儿天 看一会儿电视 吃完夜宵之后睡觉 你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孤独啊 但是这一切都很美好 都很美好 然后我有一个复旦的同学 他也是个孤独者 我就挺有趣的 啊 因为他本身并不富裕 并不富裕 很多学生并不富裕嘛 然后他告诉我 他的一种孤独的自处的 自得其乐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出了复旦门之后 跳上任何一辆公交车 坐到底再坐回来 然后干什么呢 他就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啊 然后沿路的时候一直在找 哦原来这里有一个卖 那个就是螺丝钉的小店 哦原来这里是可以修车的 哦原来这里是专门卖地毯的 哦原来那里是专门卖 那个就是纽扣的 然后就寄了很多很多 他跟我说 啊杨浦区大多数的车 他都已经坐过了 啊 然后他有的时候还寄个站什么的 所以有的时候在BBS上面 有人问这个traffic的时候 他以前 他已经毕业了啊 以前他在这的时候 有人在问traffic的时候 他总是会立刻就冒出来 因为他是经验之谈嘛 啊所以很多时候他不是上海人 但他比我了解的还要多 这也是一种自我消遣的方式 所以孤独者不是轮于寂寞 他是自我选择的这种消遣方式 自得其乐 同时一个甘于孤独的人 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他一定非常热爱思想 因为你能够让一个人始终充满情绪 始终保持创意 他的源头只有一个 唯一的一个 那就是思想 人是因为有了思想 才成为人的 所以孤独者的快乐 是思想者的快乐 因为思想的宽广 所以他的快乐 十分的持久 就像帕斯卡尔曾经说过啊 他说人的 人在宇宙当中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威力 但是这个小小的威力 比这个威力更小的 这个头脑 竟然能够思考整片宇宙 思考是多么的伟大 同时如果大家有过这种读书的快感 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这种交流的快感 你就会明白 孤独它是让思想者 跟思想者的交流更加的畅通 我们很多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渐渐的 就有一种语化的状态 语化的状态 这是个道家的名词 什么叫做语化 自我已经消失了 自我消失在弥漫的空气当中 自我如羽毛一般飘起来 有一种误我两望 你我皆旺的一种境界 我们看书看到投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对方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话 对方说的是你心里一直想说 却无从表达的话 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时不时经常会发现 It's me 他要么在描述我 要么说出了我的感受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出现了那种交错时空的 这种共鸣感 你原本有很多疑惑 这些疑惑就像尘封的角落一样 你基本上不去触碰它 因为触碰的结果 你也得不到解决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 某一个前人智者 他一生的思考 就让你一时间 能够怅然的影下 影下的同时 你的这些尘封的角落 全部都被点燃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个学科的热爱 是从一本书开始被点燃的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门课的热爱 是由一个教师点燃的 这就是一种思想者 与思想者之间畅通的交流 这是一种豁然开朗的美妙 所以真正的孤独者 一定极其热爱思想 一定极其热爱读书 同时 孤独者应该也喜欢冥想吧 应该也喜欢冥想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冥想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在与自然对话 我们在冥想的过程当中 是在与自我的心灵和灵魂对话 你不要以为灵魂 只不过是囚禁在我们的皮囊之中 灵魂是弥漫的 当你快乐的时候 你能看到一株小草的快乐 当你轻盈的时候 你能看到一朵云彩的轻盈 因为我们的灵魂是弥漫的 所以当我们在冥想的时候 我们这种就是与自己的灵魂 在进行交流 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弥漫的更远 能够过得更自如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 孤独者的有趣 它一定是真实的有趣 人在面对自我的时候 你还在乔装打扮的话 那真是无可救药了 那真是无可救药了 任何的模仿 任何的银河 任何的乔装打扮 它所表现出来的有趣 最终的根源只是乏味 因为它的真实无法有趣 所以它不得不用一种模模仿 或者是银河来使自己显得有趣而已 但显得只是显得 它跟真实相去甚远 你会发现人一个人在自处的时候 其实是蛮真实的 你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 你肯定是想干嘛就干嘛了 突然间有一个人闯入了你的生活 一个室友进来了 你会发现表演由此开始 表演由此开始 因为你不得不要跟他对话 你怕冷场 而这种对话其实是非自然的 是刻意的 这就是一种表演 我们的大城市 往往就是充斥着这种虚假的繁华 虚假的快乐和感情上的交柔造作 我们很多时候互相恭维着 用这种互相的恭维来表现自我的谦虚 我们很多时候互相闲聊着 用闲聊来表现自己的优雅品味 自己的性格的温和 我们取悦着对方 从而显得自己好像也很快乐 我们叹息着 让自己感觉自己很善良 但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假的 大多数都是假的 因为它是一种自欺欺人 它没有真情实感 在这一些闲聊也好 恭维也好 叹息也好 取乐的过程当中也好 你既看不到思想 也看不到灵魂 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就是一种娇柔造作 就是一种矫情 但是你要知道 真实是最高的高贵 真实是最高的高贵 我记得艺术大师林峰棉 有一句话很著名 他说美不分领域 美不分区域 美只有真和假之分 真的就是美的 假的就是丑的 不管你假的伪装的 有多少显的美 而且大家也知道 上海音乐学院前任的一个 就是院长 包括是上海音乐学院 中生教授 周晓燕女士 她在家里面就有一个横幅 是自我一个警醒 四个字 以真为美 以真为美 我们不要认为 假的可以显得很美 假的还是假的 只有真的才可能变成美 甚至我们在年老的人身上 你要知道 有很多现实主义的大师 他们的艺术作品当中 都是表现老人的皱纹 老人的衰弱 你以为他是在展现丑吗 不是的 当我跟我们家的老者 在一起的时候 我经常能够感觉到 他们的脸 因为他们的一些衰老 反而出现了更加柔和的线条 同学们 我们都很年轻 我们的线条是饱满的 我们的线条有棱有角 但他们的线条是如此的柔和 而且他们的皱纹 有的时候你如果细看 你会觉得很奇妙 为什么 你会觉得自然的 这个刀工真的是不错 能够根据人的年龄 能够把人的这个皱纹 如此精巧的表达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知道 你想想看 一个很衰老的女子 一个很衰老的女人 如果她还在进行 浓妆厌抹的时候 你不会认为那是美 有的时候 她展示的反而是一种可怜 展示的反而是一种 人性的悲哀 所以真实才是最高的美 美只有真和假之分 没有何种领域之分 而且我们知道 真善美 真善美 真是善和美的一个前提 如果你没有真的话 善 你想如果你没有真 这个善也是伪善 如果你没有真 那么这个美 也是假的美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孤独啊 就是要帮助我们 在冷记当中 去寻找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 是没有这种祈祷 祷告的这个传统呢 我们认为那是一种 宗教的信仰 一度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我后来 在跟那个就是 别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你未必需要 从一个宗教的角度 去理解祷告 祷告是什么时候 什么意思 祷告是很多时候 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 自己对着一团虚空对话 在深夜的时候 在四下无人的时候 在面对一片 黑须须的 黑漆漆的夜晚的时候 你与自我对话 这种对话 绝对是有很多好处的 因为这是一个自行 反观自身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了你很多 你曾经忽略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也许对你的性格的塑造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借用 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实现一种自我在沉默当中的冥想 这种冥想就是自我与自我的对话 这是一种无声的祷告 同时第二个要纠正的是 很多人认为 孤独者是没有朋友的人 这个绝对是华天下之打击 相反 只有具有孤独的自我意识 反观自身的人 你才可能具有弥足珍贵的朋友 这话我就可以放在这里 只有孤独者才有可能有朋友 我会进一步做解释 同时在此之前 先得纠正朋友这个词的很多的滥用 这个词已经被太多的滥用 被太多的误用 以至于我们一脱口就能说 我们是朋友 谁跟你是朋友 你经过我的允许了 就把我视为你的朋友 所以在这里必须要将朋友这个词 进行一下纠正 第一朋友不是酒友 朋友不是玩伴 朋友不是你寂寞时候的未及者 朋友不是你精神的庇护所 朋友不是你为了任何的功利原因 搭建起来的人脉 人桥 如果有一个人在公开场合 或者是跟你两个人在私人场合 他能够很轻松的 在跟你没见了几次面 就说啊 我们是朋友吗 你要知道 第一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根本不知道朋友为何物 他没有朋友的 其次第二种可能 就是那只是场面上的话 在欺骗 在骗骗你这个小孩而已 朋友不是人脉 朋友不是玩伴 朋友不是酒友 这个还能理解 朋友不是你需要安慰的时候 给你慰藉的人 朋友也不是你精神的庇护所 这两个大法 我们会重新解释一下 同时 朋友不是轰来轰去的一个人群啊 轰来轰去扎堆的人 他往往不是朋友关系 他们是一群寂寞的部落啊 一个寂寞的部落而已 所以扎堆的往往不是朋友 朋友不是对你的任何意见或观点 都持有赞同迎合态度 显示出自己软弱的妥协 甚至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为你打抱不平 能够盲目跟从的庸者 这样的人是根本 他不是朋友 朋友很多时候对你非常严厉 甚至对你近乎苛刻 朋友很多时候比你的敌人对你更加严格 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你继续堕落 还有一点就是朋友很少是一见如故的 你想想看两个人之间要一见钟情都是如此困难 为什么朋友之间一见如故你就能够相信这种神话 有没有有 但什么叫神话因为太少了吗 啊 所以很少是有一见如故的朋友的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下 如果你以为朋友很多人都以为朋友就是我的精神庇护所嘛 啊一旦我出现了自己无力承担的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抱怨 我可以不加思索的一股脑的向我的朋友输出 让他跟我分担 如果你现在对你的朋友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姿态的话 那我想提醒你 你是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 你应该鄙视你自己啊 因为其实你是在本质上利用你的朋友 然后你说怎么会是利用呢 朋友不就是说我们应该无原则的相互扶持吗 无原则的相互分担吗 并非如此 你确实把你的朋友当成了一个工具 在未尽他允许的情况下 在不替他思考的情况下 他成了你的语言垃圾箱 情感垃圾桶 人生如此短暂 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如此宝贵 你怎么可以如此滥用 而且你自己都觉得很烦恼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加入到对方身上 其实你也知道他也解决不了的 你明明自己觉得很痛苦 你为什么还要让对方陪着你一起痛苦 这难道是出于朋友的爱吗 这就是一种利用啊 不知不觉当中 朋友就成了你的一个语言垃圾箱 抱怨是一种毒气啊 抱怨是一种债务 你是把这个债务交给别人了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协 你其实压根没有想到过 朋友他不应该是这么用的 因为朋友是无用的 我们曾经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讲过 复旦的精神叫做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说到了这个无用 无用就是无功利之用 你之所以交朋友 并不是因为朋友有用 用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思路 我们讨论任何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什么用 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他将来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用 你想中国连对佛对偶像 对于宗教都是一样的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三宝殿是什么 是佛教的寺庙嘛 佛殿嘛 你没有什么事你都不会去看看佛啊 你一旦要去看佛的时候 要么是你要搞签证了 要么是你在人生当中处于困境了 你需要他的保佑了 其实这就是一种利用啊 你需要他的时候你就用他一下 你用不到他的时候 他就不存在了 临时抱佛教 你看我们有多少的俗语 都是在讲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功利之用啊 功利之用 而且大家评价好的老师的时候 是怎么评价的 多半是第一猜题准 第二给分高 如果你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话 他就是个好老师 你他不在乎你的精神 有多么的丰厚 你是不是在分享你的精神财富 为什么 猜题准给分高很有用啊 但是我要在这里纠正啊 朋友是无用的 我们之所以要交朋友 不是为了要利用他 不是为了要在安慰需要安慰的时候 让他来安慰一下我们 这也是种用 不是为了要一个安全的宣泄渠道 因为我不能够跟别人宣泄嘛 所以我把朋友当成一个安全的宣泄渠道 我可以一股脑的向你宣泄很多不良的情绪 这也是种用 朋友不是为了索取 朋友相反是为了奉献 你之所以交朋友的原因 是因为你有那么多的爱要奉献 是因为你要付出 我们之所以交朋友不是为了被爱 而是为了去爱别人 为什么要爱他 因为这个人让你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 从未有过的默契感 他不是你的亲人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你跟他在同一个问题上 经常能够碰撞出这种精神上的默契感 朋友如空气 朋友如水啊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总结的 他说并不时常想起 但却无处不在 这就是朋友带给我们的一种同在感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而且人有的时候很奇妙 当你真的在实际生活当中出现危机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不会找朋友帮忙 你反而找一些跟你利益关系比较清晰的人帮忙 我们很少会向朋友借钱 我们很少会让朋友帮我们找工作 我们很少会让朋友出面去解决很困难的 去撸平很困难的困境 为什么 因为友情跟爱情一样 它是如此的精明通透 它是如此的纯洁美丽 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大忍心 不大希望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在不必要的情况下 让你的朋友承担起一些功利之用 我们之所以交朋友是因为爱 爱他就不要在不必要的时候给他带来麻烦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爱不是说我要给你什么好东西 给你不断的礼物 跟你说好话 爱他就不要给他制造麻烦 爱他就不要让他多为你操心 各位相信是都是很爱父母的 你真的爱父母 这个爱的原则也同样使用 爱你的父母 最关键的一点 不要让他们替你太操心 不要在不必要的时候增添他们的烦恼 对朋友也是一样的 我们对于自己爱的人 我们通常都不愿意让他承担任何的功利之用 我们对于父母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不希望父母出面 帮我们撸平很多的困境 因为他们为我们做的已经太多了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希望在友情当中 掺入任何非友情的 非质朴的要素 君子之交淡如水 什么叫淡如水 并不时常想起 却无处不在 是如此重要 但是我却不会让他承担任何功利之用 无需任何感官的刺激 既然君子之交淡如水 你就不要拿太多的颜料 把它给搞混了 所以在这里要总结一下 朋友他不是实用品啊 不是life daily啊 朋友是奢侈品 什么叫奢侈品 你一旦拥有它 你就感觉到心满意足 你对它没有任何实用性的要求 你什么也不做 当我出现危机的时候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你只要陪着我 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只不过是相互握手 但是那已经足够了 这样的精神上的默契和同在感已经足够了 我知道我一点也不寂寞 一点也不孤独 有你在我就不孤独 所以朋友是一种奢侈品 如果你所谓的朋友只不过是你在想用的时候 要用一下的话 你是个工具主义者 你不会有朋友的 因为真正的朋友 他从来都是违背任何工具理性的 他从来都是违背任何世俗的功利的实用的目的的 所以你要有真正的朋友 你首先得放弃掉有用的这样一个想法 同时我们要纠正一下 朋友的前提是真诚 什么叫真诚 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我的朋友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可以做我自己 在平等的原则下 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行事说话 同时我有的时候 甚至可以不需言语 安静的思考 而他在我的面前 他同样是可以做他自己 我认可他可以按照他的意志去行事 我不强加任何原则 甚至有的时候他无需说话 他在我面前可以只是安静的思考 所以衡量一段友谊 一个最好的标准就是 你跟他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心里面感觉到内心非常的满足 比满足更高的是安宁 你没有任何需要刻意去做的行为 没有任何不得不要说的话 没有是需要打破冷场 还非要投入的热情 那个时候你的感觉只是满足而安宁 这就是朋友给你的效果 同时朋友带来的绝对不是热闹的人气 来让我们驱散寂寞 朋友真正做到的是 让我们更好 更充实 更美丽的去领会独处的快乐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跟朋友在一起 怎么会是独处呢 跟朋友在一起所享受到的独处的快乐 有的时候远远超过一个人的独处 怎么去理解 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一丝不安 有的时候会有一丝怀疑 哎呀 我一个人待了多少时间 有点恍惚啊 是不是课已经上了多少 是不是一恍一年过去了 有的时候人就是会出现这种恍惚啊 然后当你一个人待的时间太长 你会扪心自慰 这世界上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得赶快出去找点人气 要不然的话 我不知道这世界是不是还在运作着 这是一个人的独处所带来的一种怀疑的感觉 不安的感觉 但是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绝对安全 绝对宽松 你们之间是如此的安宁 你们之间是如此的切合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无需语言的交流 同学们要记住 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语言是最低档次 当人需要说话才能够沟通的时候 你们俩的关系很远 说话的声音越大 你们的关系越远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交流的最低档次是语言 真正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 两个人达到你知我知 你浓我浓的时候 一个眼神足矣 一个握手足矣 所以你跟真正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无需语言的交流 你无需刻意的任何角适 你无需动作 因为朋友他就是健康而安宁的空气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安静 但不冷清 所以朋友之间 他是由于一种信赖 由于一种相互的了解 而构成的一个轻松的 宽松的氛围 在这里要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 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 朋友之间应该有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 这句话怎么解释 这个同情啊 这个词我们不要跟可怜放在一起 他们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同的意思是感同身受 情的意思是情感 什么叫做同情 就是你所经历的苦难 正如我所经历的苦难 我感同身受 佛家所说的慈悲心 就是指同情啊 同体大悲啊 就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悲哀 就如同我本人发生的悲哀一样 这时候就是一个慈悲的心场 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同情 跟朋友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同情的理解 你们是基于相互理解 相互长年累月的理解 做建立的一种相互的同情 当你有的时候没有时间 你拒绝我的时候 我不会以之为然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是你 我也必然这么做 我知道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这就是基于理解之上的一个同情 基于同情之上的理解 朋友之间就应该是此等关系 你能互相共存着 却不会有相互的干扰 这跟空气一样 我们跟空气无时无刻不再共存 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会形成任何的干扰 很多时候我们跟朋友可以在一起共度一个下午 也许只说两三句话 有一天下午我就是我跟我的很多朋友并不常常见面 因为大家事情也很多 但是通常情况下会每过几个月 然后就共聚一次 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有一个小屋 然后我就到他的小屋去 一个下午我去了之后 他就是他占了一张座位 我坐着一个沙发 每个人一个台灯 每个人一块毯子 每个人一本书 然后必要的时候 他去冲一杯咖啡 或者我去端一点什么吃的 一个下午都没有说多少话 但是我们却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拘束 是一种很安宁的感觉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看着窗外的这种泛白的阳光 如果你想落泪你就落泪吧 你不会有任何尴尬 因为他对你有这种理解的同情 他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他能理解 你知道人跟人之间说话 很多时候很费力的一点就是 当你说了一句话 你还得去向对方不断的解释 你为什么这么说 当一个笑话被解释一遍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很多的笑料了 所以解释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 但什么样的情况下 人跟人之间的对话无需解释 那就是一种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 跟朋友之间就应该如此 而且我也要提一句 在我们每年毕业时节啊 毕业时节的时候 是学校最热闹的时候 砸瓶子的也有 然后狂欢的是肯定不在话下 每年都有几个人被送到医院 去因为酒精中毒了 然后我也见过别人抱着那个就是 电线杆在那又哭又闹 然后也见过在窗下吼叫着仇爱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这样的毕业和告别的方式 它是如此的非复旦 它根本不应该是复旦的这种自由而无用的气息 因为它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它是一种行为的暴力 它是一种对他人的粗暴的暴力 或者是对自己的简单粗暴的暴力 我们复旦的同学不应该如此 因为真正的告别 似乎应该有更多的纪念 似乎应该有更多的怀想 似乎应该有更多的回味的空间 啊我有两个同学 他们是好朋友 在毕业之前第二天就要告别了 然后两个人就共同跑到香菲堂的草坪上 在那里躺下一起看星星 然后偶尔聊几句 一切都是如此安宁 远处香菲堂的草坪上 还有人在弹着吉他 到了凌晨的时候 两个人互相拥抱 分手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 也许是更加负担化吧 更适合我们的诗意七居的状态 你要真正做广告的时候 也是能够用这种喧嚣和 语言的暴力 声音的暴力来做广告 他完全是属于一个没有教养 没有文化的状态 我希望我们复旦的同学 不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前段时间我也看一本书 就是讲两个朋友 他们竟然有25年没见面 是两个国外的教授 25年没见面 25年之后见面的时候 大家都老了 其中有一个人失聪了 耳朵听不见了 另一个人 他得了ALS 就是霍金的那个病 所以他说不出话来了 然后当他们俩见面的时候 人们都觉得很奇怪 他们该如何交流 一个听不见了 一个说不出了 该如何交流 他们握手 这一次握手 25年之后相聚的这样 这样一次握手 表达了他们所有的思念和情感 这样的一次握手 能够让人将这样的友谊 带入永恒 所以很多时候 这是一种安宁的状态 这是一种不被干扰的 心灵的 明念的状态 而且要提醒大家 真正的朋友跟朋友的相聚 真正的朋友跟朋友之间的 精神上的分享 他一定是二人世界的 我是有根据的 一定是二人世界 很少有三个人 能够交谈的 非常有滋有味的 为什么 你想想看两个人之间 要找到一个共同的 能够打开心扉的 共同话题 他已经不容易了 你要找到三个人 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那就更难了 同时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自然 你可以无需刻意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三个人交谈的时候 其中必然有一个人 他此时或者彼时 是游离在你们的话题之外的 然后其他两个人 为了出于友好 还得把他揽进这个话题 还得去说一些 刻意的让他感兴趣的话题 一旦这种刻意 加入进去的时候 人跟人之间的对话 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已经不再真诚了 真诚是无需搅拾 无需刻意 哪怕你的这种刻意 具有善意 他也是违背真诚的 所以很多时候 并不是说你只能是两个朋友 你可以跟A是朋友 跟B是朋友 但是我们曾经说过 跟人交谈的最好的状态是 当我跟你交谈的时候 我的眼里 我的世界里 只有你 这才是最好的交流 这才是朋友之间最好的交流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 有情之美 乃是人的灵魂之美 但是灵魂之美 必然是需要时间的磨练 必然是需要生活的考验 在这里所以要说明的是 同学们千万不要轻易断言 你是我的朋友 我是你的朋友 很难说的 是不是朋友很难说的 因为时间也许太短 也许现实缺乏考验 我们彼此不了解对方太深刻 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 对方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对方的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那个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对方的品性个性到底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可能成为挚友呢 怎么可能成为挚友 所以不要忽略时间的功能 也不要低估了时间的犀利 很多时候我们太心急 我们总希望急功近利的 在短促的时间当中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是朋友 好像我们从此以后就不再成长了 不再变化了 真正的朋友是在同步变化的 我们同样同步的成长 我们彼此相互扶持的相互成长 相互成熟 所以不要心太急 因为患难与共的关系绝非一朝一夕 所能够建立起来的 而且要提醒大家 你和我能不能成为朋友 不是由我决定的 也不是由你决定的 而是由时间来决定的 朋友是无需定义的 因为任何对于朋友的定义 我人的人类的语言 其实很庸俗的 人类的语言很庸俗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产生 真正的怦然心动和震撼的时候 我们往往说的话 是我无以用语言表达 因为语言太有限 他装不了这么丰富无限的情感 所以朋友也是无法用我们的庸俗的语言去加以定义的 一旦去加以定义 他就落入了俗套 因为朋友的所有的特质 他都是高悬于庸俗之外的 都是超脱于庸俗之外的 朋友跟朋友两个人 必须都是头脑清醒的人 这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说 为什么只有孤独者才能够做朋友 必须是头脑清醒的人 因为为其如此 你才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有爱 什么是依赖 什么是独立 什么是孤立 为其如此 你才能够避免这种变态的朋友关系 其中有一个人是唱主角的 他始终是自我重心的 而另一个人只是附庸 在朋友的关系当中 两人都平等 相互扶持 没有主角 没有配角 从来不存在朋友当中 谁是陪衬人 一旦出现陪衬人和主角 配角的分类的时候 你们的友谊 已经陷入了一个僵局 同时 朋友双方 是绝对不会用友谊来相要挟 用友谊来相约束的 我们为什么要找朋友 如果朋友是让我们变得更不自由 而不是更自由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朋友 要知道朋友的最终概念在于 他让你变得更自由 他让你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 变得更自由 而不是更不自由啊 所以你不要认为侵占朋友的时间 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 他也是一种罪恶 因为你应该视他如你自己 你不愿意别人来侵占你的时间 你何以去侵占他的时间 所以有的人不能理解 朋友之间见面要预约一下 你当然应该预约一下 你怎么舍得打乱你朋友 预先安排好的一个时间的计划呢 朋友之间不应该是 以这种友情来相互约束的 我们帮助着彼此更了解自己 了解对方 同时 当我们了解了对方的真性情之后 我们要竭尽全力去呵护他 捍卫他 保护他 但是保护的同时 我们不要求对方有任何回报 甚至不需要有任何回应 不需要有任何回应 这才是真正纯真的友谊 同时友情跟实用无关 再次强调 朋友是无用的 他跟功利无关 跟实用无关 他不需要高尚而真挚的情感之外的 任何要素 不需要 唯有高尚而真挚的情感 是朋友的一切基础和唯一的基础 朋友会毁于 一切的友谊都会毁于虚伪 一旦你开始脚势了 一旦你开始虚伪的表现你自己了 你们的朋友的关系结束了 我记得我有一个哥们 在多年之前 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是继续读博 他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工作了 要离开上海了 他不是上海人 然后我们两个在市场 去家里逛啊逛 作为一种告别 然后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说 明天我要离开了 他成果我能不能跟你拥抱一下 是个男的 然后当时的时候 他说完这句话 他就后悔了 他说 哎呀我其实是 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以为我是什么什么 那个 我其实这个 其实不拥抱也没什么 然后他在那非常 非常急躁的在那里解释着 然后这个时候 我一把把他拥抱进来 然后我在他耳边说 要工作了 希望你一切都好 如果不好了 记得还有我在 朋友之间无需虚伪 无需搅适 你想要什么 我当然知道 然后我是足够了解你的 我怎么会把你当成个坏人呢 你是我的朋友 我就不再怀疑你 所以在成为朋友之前 相当严格的怀疑是必须的 而且朋友 他并不会真正的取消孤独 大家不要以为 友情跟孤独 他是相互矛盾的 朋友不会取消孤独 朋友只是教会你更好的去领受孤独 让你孤独的时间 不再觉得真的冷冰冰的 因为有朋友的这种默契感 精神的一个同在感 你的孤独是一种温情的状态 你的孤独是充实而美丽的状态 同时要记住 孤独不是一种姿态 孤独是一份真正的境界 所以你要知道 真正的孤独者 他不是要找一个什么僻静的角落 学校里满世界找 找一个僻静的角落 然后来实现我的孤独 你明明知道 孤独是心灵的一份失忆的棋居 明明是心灵的事情 你的手跟脚再怎么动也没有用的 所以孤独不在于你找到何种角落 真正的孤独 你哪怕是在人群当中 你都是一个极流当中的浮沫 一块极流当中的浮沫 你都是一个沙漠中的托伯僧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沙漠中的托伯僧 浩瀚的沙海当中 孤独的一个行者 所以孤独跟什么特定的角落 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孤独也许在很多时候固然表现为沉默 但是孤独跟沉默没有必然关系 我们不能够给真正 自得其乐的孤独者下一个定义 因为孤独者是思想的流浪者 精神的流浪者 你不要以为通过 因为我经常在学校里面看到有些男生嘛 穿着垮垮的 然后抽起一支烟来 然后用这个烟 烟的这个烟团来营造自己的孤独的气氛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 无论是抽烟也好 那个饮酒也好 他都是通过一种麻痹的手段 或者是一种百库的手段 来达到一种孤独的虚假的表象 孤独是精神的思想的流浪者 你没有思想没有精神的人 你是孤独不了的 你充其量只是一个寂寞者而已 你是在用你的烟灰点燃你寂寞的冷清啊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以为 孤独是有某种形式可循的 当你对于孤独心 我们说的是孤独心啊 它是心灵的事情 当你对于一种孤独心的本质的追求 变成对一种对于孤独的表象的形式的追求的时候 你已经非常肤浅了 你已经庸俗不堪了 同时还有一点要注意 孤独它绝对不是我们刻意要培训自己 让自己具有思想 具有某种气质 忧郁的气质 贵族的气质 孤独的气质 告诉大家 孤独是我们最原始的 最本真的 最自然的状态 你想想看 人自从离开母体之后 你在母体当中 你跟你的母亲 是一体的 人自从离开母体之后 你的皮囊再也没有进入过任何人 哪怕是握手 哪怕是性行为 你的皮囊始终只属于你 你从来没有真的跟一个人 在物理的意义上同在过 离开母体之后就是这样 这是人的自然本源 同时 上帝是孤独的 如果说真的像基督教所说 按照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跟女人 上帝是孤独的 我们也是孤独的 真理是孤独的 之所以真理如此孤独 所以真理时不时会挑选几个少数的人来寻找它 即便我们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热闹而繁华的地球 它在宇宙当中 它也只是一个孤独的蓝色的小点啊 淹没在一片静默当中 孤独是我们的命运 但是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命运 因为当我们的命运不可扭转的时候 我们能做到的是顺从的 恭敬的领会它 很多时候这种命运其实是很幸运的 因为你会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思想者 千奇百怪 千姿百态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那就是他们都是在心灵上孤独的 而且我们之前也分析了 孤独者不代表他无趣 他是极其丰富有趣的 孤独者不代表他寂寞 他有着最诚实可靠的朋友 但是思想他一定是源于孤独 如果你看过索罗的瓦尔登湖 你会发现他刻意的在寻找着孤独 他的那个瓦尔登湖是在一个小岛上 最近的一个同类人类 离他也要有一英里 他在这样的一个小岛上 住在自己用木板 木头营造的这个小屋里面 住了两年零两个月 然后写了瓦尔登湖 同时卢梭也有本很著名的书 叫做一个孤独者的散步 所以真正的思想 它是源于孤独 孤独很多时候是一份恩赐 我们应该感到幸运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感恩心 这个世界上 它从来都不存在 谁谁谁理所应当对我好 没有什么理所应当的爱 这个谁谁谁指的是任何人 尤其包括你的父母 你的爱人 你的朋友 跟你亲密的人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对你好 他对你好的原因 是因为他爱你 这种好他要端其心而落其心 落到对你的理解 对你的包容 对你的奉献 问题是 为什么一个两个人 平等的人之间 一个人就理所应当 对另一个人好 不好又怎样 因为你要知道 什么是爱 每一份爱 它归根到底 你把它解构到底 它就是指付出啊 一个人为什么非要为另一个人付出 为什么这样的付出 不应得到感激 而觉得是天经地义 任何的爱 它都是一种自我的牺牲 都是一种自我的奉献 它都是源于对他人的关爱 我们这个人世间 我们的人类社会 我们人类的世界 之所以还值得留恋 之所以还值得我们去努力和奉献 就是因为我们有爱 这种大大小小的爱 才让我们产生了真正的暖意 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 距离之外的那一份亲情 但是我们啊 往往会铭记他人 一个陌生人 对我们的一点点小小的帮助 然后时时刻刻想要回报他 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记不住自己的亲人 自己的家人 离自己最近的那些人 对自己的那么好 人既是远视眼 又是近视眼 说它是近视眼的原因 近视眼的原因啊 是因为人类有一个共性 就是缺乏远见 什么叫缺乏远见 只顾一己之私欲 然后只管自己经扣的 十年二十年如何生活 从来不管我们的下一代 会生活在怎样的环境当中 当我们在用纸巾的时候 当我们在浪费水的时候 当我们拼命在花钱的时候 我们从不考虑过 除我之外的非洲的人 在怎么生活 东南亚的人在怎么生活 灾区的人在怎么生活 我们考虑不到 我们缺乏远见 因为我们是近视眼 但同时我们也是远视眼 因为我们总在追求 远处不断出现的 一个个层出 不穷的新的目标 我们忘记了 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 是多么的珍贵啊 当父母健全的时候 你是多么的幸运啊 同学们很多时候 明天发生什么 不知道啊 你要趁父母健全的时候 趁他们健康的时候 你要表达你的感恩心 因为他们对你好 并不是理所当然应该对你好 是因为他们那么爱你 这份爱本身就值得 再多的感恩也不过分 人很多时候 他其实就是贪得无厌 不止感恩的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本书的名字 叫做自私的基因 我没看过它啊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题目就提醒我啊 人其实是习惯于自私自利的 人其实是习惯于他人 对自我的牺牲的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如果有一个人 一直端药到你的床边 让你喝药 突然有一天他不端了 他帮你烧完之后 煎完之后 他说你下床 自己喝吧 你那个时候不会感恩他 他以往一直端药到你床边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他怎么对我不好了 人都是贪得无厌的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在家里面习以为常 我们应该用最好的 等到哪一天 我们用的只不过是 次好的东西的时候 这一次经历 就会告诉你的父母 有一次对你不好了 而这一次不好 在你脑海当中的印象 会超过以往的十几年 所有的好 人对于自己亲密的人 无比残忍 无比冷酷 无比无情 我们现代的中国人 丧失了感恩的传统 为什么西方要有个感恩节 他们之所以有个感恩节 是因为整个人类 都在丧失感恩的传统 而这样的一个感恩节 其实是让你在 这个特定的日子 Thanksgiving Day 这个特定的日子 你要学会去想一想 点点滴滴 在你身边存在的善意 很多时候 我在这段时间 正好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再过一个月 是美国的感恩节 当时我们中国人 不适应感恩节 我们所认为的感恩节 就是吃火鸡 唯一的兴趣 就是看到一只大火鸡 然后把它撕下来 很大的肉 其实不好吃 我跟你说 绝对没有中国的 那种小炒鸡好吃 一只火鸡可以有20斤重 那还叫火鸡 简直是个鸵鸟 然后我们在过 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几个学生 就围绕着一个长桌 这个长桌 比这个再长一点 然后这边是两个教授 我们在他家里面 过的感恩节 然后过的时候 教授要求我们 因为他是西方人 他要求我们 请大家close your eyes 然后大家请你们 hand in hand 手牵手 然后轮流着 闭着眼睛 去冥想 你要感恩哪些人 然后speak out 要说出来 比如说我要感谢 我的父母 因为什么什么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 因为什么什么 刚开始我非常之紧张 你想 作为中国人来说 我相信 大多数人当时 跟我的同学 跟我的感觉一样 首先要感谢这两位教授 因为你要有伙计吃了吧 这个是属于我们 中国的这个功利之用的 功利之用的传统之下 所要求自己 必然要做的 但是他们其实 并不希望听到这些 然后刚开始 我很紧张 因为我们不习惯 在众人面前 揭开自己的心扉 说出自己的感谢 我们其实从来 也没有思考过 我们应该感谢谁 人生至今为止 应该感谢谁 但是轮到我了 不得不说的 然后我就开始 竭尽全力 专注 focus on 然后专注着 在思考着 我应该感谢什么人 结果我发现 太多人值得感谢了 那些东西 永远都停留在 我记忆的某个角落里面 我从来不去清扫它 直到有一天 碰到了感恩节 我不得不去清扫它的手 我把它这些翻出来 然后你知不知道 这个就有点像衣橱啊 一打开之后 哇 全部掉下来 很多时候 我们就应该有 这种感恩的传统 如果没有这种感恩的传统 我们会把那些点点滴滴的善意 都理解为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但实际上 每一次小小的善意 你都应该点滴之恩 当永泉相报 同时感恩并不只是言谢 不要以为一句谢谢 一句thank you 很多时候我说了 人类之间的交流 最低的档次才是语言 最高的档次是端其心 落其心 铭记这种善意 同时传播善的种子 我们说过要点滴之恩 当永泉相报 我们很多人的理解是 我受他的点滴之恩 于是我应该永泉相报的对象 是施恩于我的那个人 不仅如此 我们既然感受到了善的力量 并且我们是善的受贿者 我们所要感恩的对象 不只是这个人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 永泉相报 报给全世界 所有我们接触到的人 既然善感染了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用善 去感染更多的人 所以永泉相报 不只是对于你的恩公啊 永泉相报 更多的是对于全世界 你能碰到的所有人 你想想看 以自己的心来 夺一夺他人的心啊 如果你能够 在生活当中 在整个校园当中 你所碰到的每个人 都是对你微笑相待的时候 你会多么的美好跟快乐 你的生活是多么的阳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他人 微笑相待呢 这样的善意 这样的永泉相报 其实是何等的容易啊 但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而且我们要知道 真正的善很多时候 就是出于对他人的奉献 我们要铭记他人的善 从而用这种善去感染更多的人 奉献给更多的人 我记得我碰到过一个犹太人 跟他是个好朋友 但是我不是犹太教 我也不是任何宗教的啊 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就有点挑衅他 然后我说啊 犹太人啊 这个你们经历了 那么多的苦难跟挫折啊 然后那个时候 Where is God Where is your God 你的上帝在哪里呢 难道你经历了 这么多的磨难之后 你还愿意有这样的信仰吗 然后这个犹太朋友 想了一下跟我说 我们确实经历了重重苦难 但是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太多 他给了我们 甚至我们没有办法 奢望得到的东西 这是一个高贵的回答 因为他并不只是把自己的目光 注视在他没有得到的东西 他丧失的东西 他沦丧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 他思考着别人为他做了什么 他应该如何回报 在犹太经典塔木德里面 就有一句话 叫做与众人为善 则生命永存 这也是为什么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犹太的实业家们 竟然用他们的财富和实业 在支持着文化事业 慈善事业 甚至在保护着非犹太人的安全 犹太人有一句格言 一条信条 他说犹太人生活到哪里 善的种子就播撒到哪里 这是一个种族的远见 你以为要使自己的国家 使自己的民族 在屹立于世界之灵 你需要怎样的雄心壮志 这样的远见就够了 如果有一天 无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哪里 他都在播撒善的种子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歧视 不会有任何对于中国人的看不起 这就是对于国家的最大的奉献 但是这是很难做到的 正是因为难做到 所以格外珍贵 这就是一种民族的远见 同时我们要讲一下 这个忏悔心 忏悔心 说完感恩心之后 就是忏悔心 说到感恩心的时候 也要强调一点 大家不要拒绝接受爱 很多时候我们都拒绝接受爱 我们会觉得紧张狂恐 甚至担心由于接受了别人的爱 我们就会展示出我们的软弱 接受他人的爱不代表你软弱 但同时你也要记住 你也不要去惧怕奉献你的爱 因为奉献你的爱不代表丧失 只有富有的人才真的能够奉献 他人向你索取的越多 越证明你的伟大 当你在奉献的时候 你应该是快乐的 因为这侧面证明了你是如此的富足 忏悔心 忏悔心就是说你要懂得悔过 要懂得悔过 每一次悔过都是人类 自己的灵魂的一次小小的重生 悔过的时候是一个自杀的过程 然后悔过完之后 当你心灵为之一阵的时候 这一阵就证明了你的精神 重新重生了 重新复苏了 而且你要记住我们要面对现实 错了就是错了 你做错了事情就是你错了 不代表你的解释可以让这个事实发生任何改变 错了就是错了 不在于不在于你怎么解释 同时错了就要改 如果你不改 你根本不是有什么忏悔心 那是虚伪的 改的时候还得注意不要矫望过正 你要知道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是言回 为什么最喜欢言回 他评价言回的品质有两种 第一不迁怒第二不二过 什么叫不迁怒 不把你自己的个人情绪牵扯牵扯到你周围与之无关的无辜者 这很难做到的 很多时候我们一生气我们就迁怒于门啊 迁怒于窗啊 迁怒于手机啊 迁怒于枕头啊 迁怒于同学 有的时候你的父母给你打个电话 你就迁怒于他 其实父母很无辜啊 不迁怒 第二个是不二过 不二过的意思就是同样的错误你不犯第二次 这就是一种悔过心的实际的效果 啊你如果犯了错 你要悔过 悔过什么叫悔过 就是下次碰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不会重新犯这样的错误 一个不断的在重复犯一个错误的人 是无可救药的人 因为他简直就是脑子在犯魂啊 有一个德国的将军就说过 我觉得德国人的这个悔过心实在是非常的严重 我们上次看过的这个浪潮啊 为什么是由德国来拍的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对于历史罪责的一种承担 一种悔过心在起作用 德国的一个将军就曾经说过 千年亦过 但是德国人身上所背负的历史的罪责难以磨灭 这就是一种悔过心 啊同时我要举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都读过一篇文章项链 我们知道卢阿哉夫人 然后我知道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解释 是否跟当年我在读这篇文章时候的高中老师的解释一样 说明这个女人是如此的虚荣 啊为了她的一次虚荣性的满足 她竟然耗费了自己美好的青春 在这里我要为卢阿哉夫人 成愿昭雪 世界上还有比这样的女人更伟大的女人吗 她为了她的 她用她的美好的青春在守护一个承诺啊 她是用她一生的劳作 在悔过 女人谁不虚荣 谁不爱漂亮 我们比她好很多嘛 我们比她更虚荣 她只不过是要一串项链去借了而已嘛 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出卖的是自己的婚姻啊 然后为的是更大程度的虚荣 这样的虚荣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是女人最自然最基本的天性 但是她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她愿意用她最美好的青春来保守住她的承诺 去端其心 弱其心 实践她的悔过 如果一个女人如此的讲究她的承诺 她是非常高贵的 如果法兰西所有的女人都是卢瓦哉夫人 那么法兰西绝对是一个高贵的种族 我们做不到的 如果是你 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做得到吗 你丢了朋友的一串项链 你会用自己的一生去弥补这串项链的价值吗 你也许会跪在她的面前求她的原谅 因为你不愿意你的一生就耗在劳作当中 而消耗掉你的青春岁月 青春岁月算什么 我们之所以称大侠为大侠的重要原因就在于 她是承诺为千金 甚至比生命还重要 从这个例子你也可以知道 要做一个合格的普通人 并不比做一个伟人更简单 做一个合格的普通人 并不比做一个伟人更简单 不要总是轻易的去说对不起三个字 任何话说多了就很廉价 比如说纠结这个词 大家也不要再多说了 我看到纠结现在就很想吐啊 太多了 你不能换个词吗 这个词一旦说多了之后 它就很廉价 对不起也是一样 不要让对不起成为你的一个口头禅 当它成为一个口头禅的时候 它其中已经没有蕴含任何的抱歉了 真正的对不起也是千金重的 它的抱歉不仅仅是对于你所伤害的那个人 更是对于你的道德良知的一种谴责啊 所以在这里要说一下 这个关怀心跟感恩心是相互对应的 当我们作为一个关怀者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期待他人的感恩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之所以施予关怀 是因为我们抱有这样的信念 助人为快乐之本 关怀是要证实我内心深处世界的富足 同时当我们接受他人的帮助的时候 你要有感恩心 因为你要知道不帮你也是很正常的 不帮你也是人性的正常状态 它之所以帮你是它的一种自我奉献 而这样的自我奉献 值得我们去进行铭记和感恩 同时忏悔心跟包容心也是相对应的 当我们在忏悔的时候 你不要期望对方能够包容你 对方能够原谅你 你如果抱有这样的初衷 在进行忏悔的时候 你其实没有任何的抱歉 你只是希望早日使自己摆脱掉 对方的指责 这是一种自私的目的 功利的目的 但同时如果真的有人伤害了你 而这样的伤害在时间当中是可以磨平的 那么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不要让别人因为你的原因 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 了却残生 孤独心尤其重要 因为孤独心是一切高贵思想的源头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学习 如何学习学习 如何学习思想 这个时间并不会花很多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学习 又要去矫正一个词了 这两个词是分开的 学的意思是指模仿和效法 习的意思是指操练和实践 学而实习就是把你模仿来的东西 效法来的东西不断的投入你的生活的实践 从而从一个外在的标准变成一个内在的习惯和需求 这就是一个学习 所以由此可见 我们现在这种课堂式的这个lecture 讲座 它是退而求其次的糟糕的教育形式 因为真正的教育 它根本没有语言的表达这一关 你看孔子是跟他的学生们是住在一起的 朝夕相处 耶稣也是 他的十二个门徒整天跟着他 所以真正的学习 是要谋求榜样的力量 真正的学习 是要谋求精神的导师 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导师 用他的言和行来 无声的告诉你 平庸和伟大之间的区别有多远 老子也说过 要行不言之教 真正的教育不应该有太多的语言 不应该有太多的语言 你看我们说到真理的时候 通常都说对于真理 心领神会啊 这个时候你的耳朵 其实是个多余的东西 心领而神会 可议会而不可言传 这就是真理性的东西 那么榜样在哪里呢 榜样就在生活当中啊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你以为这是句空话 你以为这是孔老夫子 出于谦虚在那说的一句假话吗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本书都能教会你很多东西 我可以说我们当中 任何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 都可以成为我的导师啊 所以我们要培养对人的鉴赏力 对人的品位 鉴赏力和品位 这是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的两个词 好像这就跟Smart Society 时髦社会直接相关 它使我们想到的 鉴赏力品位 想到的是美酒 华服 美女 然后想到的是很多华丽的场合 一种高端的交往 我们想到的是高雅的形式 这个都是虚伪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之前误解了 鲁瓦仔夫人的这样一种品质 这是出于虚荣 我们对于鉴赏力和品位 之所以如此喜欢 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两个词 所包含的那种虚荣 真正的鉴赏力和品位 直接跟高雅相关 没错 直接跟美相关 没错 但是你要知道高雅首先必须是真的 高雅之中必须蕴含着高尚的真挚 和高尚的道德 这样的才是真正的高雅 它确实跟美相关 但是美在哪里 你以为美只不过是乔装打扮后的 一个虚假的脸蛋吗 并非如此 美就在生活当中 真正有鉴赏力 有品位的人 他在日常平凡的生活当中 能够欣赏到美 热爱美 学习美 当一个人真正用美的心灵 发现美的事实的时候 美的对象的时候 而且去欣赏他 热爱他 学习他的时候 你不觉得他跟他那个美的对象 已经合成了一个更高的美吗 他已经成全了美的本身啊 因为我记得爱摩生说过一句话 只有美德能够像此时一样吸引出美德 只有智慧能够像此时一样吸引出智慧 只有美本身美的心灵 才能够像此时一样吸引出美的世界啊 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不了生活当中的榜样 是因为你根本不不关心生活 你之所以生活不堪忍受 是因为你这个人根本一点也不美 真正的美它一定跟善之间相关 真正的美它一定是真实的 所以什么叫做学习 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以一颗清醒的头脑 从善如流啊 从善如流 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会思想 有一句话叫做思想的自由是最高的独立 思想的自由是最高的独立 我想提醒同学们 如果在复旦的四年当中 你如果真的学会了一样东西 并且能够让你受用终身的话 那只可能是思想的自由 这是你在这里唯一可以学到之后受用终身的东西 你所学的专业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不对口 也许你也并不喜欢 将来有条件的时候 你就会跳槽跳掉 这些东西未必长久 但是你在这里能够学到的是思想的自由 所以在这个复旦的校园里面 一个真正合格的老师 他不会去压抑你的任何思想 学生的思想就如学生的实验一样 它可以出现各种结果的 对于这样的结果 我们应该的是引导 我们应该的是疏导 而不是压抑 这是复旦之为复旦的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之所在 但是你要知道在进入大学之前 我们很少有决定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来判断的 我们是由于我们的习惯在做判断 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去看网上的影评 让影评家们来替我们判断 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去有美食家替我们判断 当我们选专业的时候 有老师跟家长替我们判断 有社会的标准替我们判断 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 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还是自己判断的 等到一旦落入一个婚姻的这么一个决定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去衡量一下 不久的将来大家就会经历这一步的 你会发现根本不是由你自己的思想在判断 这个时候思想不重要 面包更重要 面包更重要 而且那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金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样一句话毒害了多少自由的思想 但是你要说老师啊 怎么样保持思想的自由呢 思想的自由何其难得 如何保持 我在禅宗上面找了几句话 我就挺有意思啊 很简单 少一点人云亦云 多一点扪心自问 少一点自高自大 多一点自我减省 少一点夸夸其谈 多一点踏实践行 少一点偏听偏见 多一点海纳百川 语言总是很简单 但是落实到行动的时候 总是需要长久的努力 在这里要注意啊 少一点偏听偏见 多一点海纳百川 我们对于任何真诚的声音 应该打开思想的大门 但是不要向任何偏见妥协 这些偏见可能是社会的偏见 政治的偏见 这些偏见可能是家人的 由于长期的一种传统 而造成的偏见 但是最严重的偏见 是你自己的偏见 当我说你不要向自己的偏见妥协的时候 其中有一句潜台词 就是当你自己产生偏见的时候 你也要学会破除它 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人是在自我批判的过程当中 而不是批判他人的过程当中 看到自己的勇气和智慧的 既然你不要让偏见存活 也不要让自己的偏见存活 思想的自由是一切美好情感的基础 因为我们说过相爱或者死亡 如果你不再热爱着你的生活 你的精神已死 如果你不再热爱着你的专业 你的学术之路已死 如果你不再热爱着你的对象 你的爱情之路已死 相爱或者死亡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决定 我们的相爱还是死亡 我们的思想的自由啊 只有思想的自由 才能够给予我们一个自主的选择 我们选择着我们的所爱 追求所爱 所以什么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这不是空话 很多时候当你现在想当然的这个思想的自由沦丧了一天 你会发现连肉体的存在也已经没有必要了 他只是一句需要不断去摆脱的累赘而已 在这里我可以引用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 斯蒂芬茨维格的一段诀别词啊 他是最后自杀跟他太太两个人 因为他是个犹太人 生活在维也纳 他的父亲是犹太的贵族 而且富有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即使以当时的全世界的财富来进行排行的话呢 他父亲也是富可帝国的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个人道主义者 一个世界主义者 一个作家 一个传记家 他写过最有名的小说就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个小时 或者一封来自陌生女人的来信 还有他写过一个自传 他写过很多传记 我觉得相当精彩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的书 写得很不错的 他写的自传是昨日的世界 写完昨日的世界不久 他就跟他的太太 在他们逃亡的那个国家巴西自禁了 自禁完之后 巴西给了他一个国王般的葬礼 因为他在人类的文学领域 和人类的精神自由的领域 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王 所以在临死 他之所以要选择自禁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思想已经无法自由 精神已经无法自由 他的自己的母语德语所通行的国家当中 他所有的作品被复制一句 而且他每天都过着流亡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身份 没有identity 所以不要对中国现在抱怨太多 你现在还有个身份 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成为一个亡国奴的时候 你没有身份了 你也许更能体会他的心情 谈短我跟大家念一下啊 在我自愿和神志清醒的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 一项最后的义务逼使我要去把它完成 像这个美丽的国家巴西 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他对我是那样善良 给予我的劳动那样殷勤的关切 我日益深沉的爱上了这个国家 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而言业语沦亡 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 也已自我毁灭之后 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年过花甲 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 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 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 也已消耗殆尽 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的 和以正确的姿态来结束这个生命 结束这个认为精神的劳动 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 个人思想的自由 事实上是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质疑 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 还能够看得见朝霞 而我一个格外交集不耐的人 献他们而去了 斯蒂芬茨威格 1942年2月22日 精神的自由才是自由的实质 精神的自由让人之为人 精神的自由才没有使人变成一个真正的努力 所以不过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 自由不等于放纵 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过 自由是取舍 我们很多时候取我们所要的 舍弃我们所不要的 即便你什么 如果你什么都想要 那只能证明你什么也得不到 因为贪心的人往往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大家在进行取的时候 你要扪心反攻自问一下 我要舍什么 这个东西我舍得下吗 舍就是丧失 丧失都是让人很难受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要知道自由 它其实分成主动被动 什么叫做被动的自由 有很多东西的 是没有办法突破我们的自由边界的 比如说法律 我们不能在法律之外 舞蹈我们的自由 比如本能 我们不可能不吃东西 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 因为我们的机体需要这样的滋养 比如说道德底线 道德底线是我们内心深处潜伏的一个无声的障碍 当你在做很多事的时候 它会冒出来告诉你 不可为呀 不可为 但是我们也有主动的自由 在法律之内 在本能之内 在道德底线之内 我们选择我们想做的 并且舍弃我们为之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康德有句话说的很好 他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是兽型 自由是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不做 这是理性 自由是带着枷锁在跳舞 你如果没有枷锁 你会飞得不着调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做的 是带着枷锁充分的跳舞 跳得非常精彩 最后说一下学会生存 这个学会生存它有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我希望同学们过多少年之后 都还得记得 生存不只是自己的live 我们固然要learning to live 但关键你也要let live 我要活 我也让人活 我要活得有尊严 我也保证别人活得有尊严 我要活得精彩 我也帮助他人活得精彩 这就是学会生存 我要活 我也让别人活 这就是一种利益均战 你要关照到别人的生存 首先我们要说到自己要活 在这里要提醒同学们 不要去在没有任何必要的理由的情况下 损耗自己的健康 不要去通宵达旦的玩 不要过多的熬夜 不要过度的工作 你要知道 很多时候 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作为隐患存在在那里 有因有果 你任何的因你都会带来必然的果的 你之所以会跟我说 也许你会说陈老师 你管不到这个吧 那是我的自由 我愿意 你愿意我知道 我是管不到你 我只是提醒你 你之所以现在愿意的原因是 你现在还没有体会到 这样的因所带来的恶果 可能有多严重 每一次灾难之后 所有活着的人都会说 活着是一种恩赐 每一个残疾人 你如果给他一个梦想 他都会要求健全 同学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健全的 你就不要浪费和损耗你们的健全 要珍惜这种健全 不要只会做一个远世言 要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美好 很多时候 由于你的损耗 将来的结果会很严重 将来当你身体出现任何危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后悔 而人什么叫做 我说人都是贱的 怎么样才是高贵的人 不贱的人 那就是你永远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凡是你会后悔的 一律不做 凡是你做的 你就绝不后悔 所以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 同时说到这个Let it live Let it live 我记得有一个迪德罗的故事 迪德罗是法国一个具有天赋的 进去法国天赋的人 然后他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受社会各界的尊崇嘛 但是有一个超血缘呢 他是个贫穷的超血缘 这是我看来的一个小故事啊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专门讽刺这个迪德罗 你要知道 这就是你成为社会顶端的一个代价 那就是你会成为众矢之敌 人们在写文章批判你的时候 他会因为批判你而受到重视 所以这么一个超血缘呢 就选择了迪德罗 作为他的一个批判对象 但是他的文章投不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不够权威 啊 名不见经传 怎么办 这家伙也实在是很有本事 竟然去找迪德罗帮忙 最后迪德罗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为他的那篇讽刺自己的文章 做了题词 因为这份题词 稿件被收纳了 并且这个超血缘获得了520路易 够他好长一段时间的生存 这就是live and let live 这样的人不多啊 不多啊 何等的大气啊 啊 然后还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啊 这部电影是我见过的最小制作的电影 马上结束啊 十二怒汉 最小制作的电影 哼巴郎当加起来一共12个角色 哼巴郎当加起来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他整个电影就没有超出12个人 整个电影没有超出这个小房间 啊 所以整个电影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制作 但是呢 他却告诉了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当你要对一个人的生命 和对一个人的前途下决定的时候 再多慎重的思考都不是过分的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将来会成为法官 你们将来会成为老师 你们将来会成为律师 你们将来会成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各界的人才 司法人员 当你要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时候 决定一个人前途和生命的时候 再多的思考 再多的慎重的思考 都不是多余的 大家务必要记住 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啊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